綿綿 乾掉了,稍微停一下而已毛筆就乾掉了 寫毛,寫這種小字真的是 需要耐心 偏偏我就沒什麼耐心 所以每個人喔 所以因為大家的個性不一樣,所以藝術面貌就很多 有些字就偏急躁,有些字偏溫潤,有些字偏狂野 所以藝術面貌就多了,其實跟個性還是有關係的 那像 蔡曼虎 這種貴族氣真的蠻重的 貴族又優雅 然後又沒有焦氣 看起來真的是 超舒服 那種紳士型的 長得帥,顏值高,寫字又漂亮,出口又成章 畫畫又一流 這種真的是上下五百年找不到一個贏過他的 不過他生在戰亂 確實也可憐 所以他也很晚婚 非常晚婚 用之不清 用之不清 布點都好低啊 在這一篇裡面 未必他每次都這樣 但這邊確實是如此 所以每個人寫字啊 就有他的習慣了 好的叫習慣 不好的叫習氣 大書法家的習慣比較多 習氣比較少 不然他不會成為大書法家 流傳這麼久 這麼多人在篩選作品 怎麼可能只留下他